部長好 三例提問 想先問一下今天境外遺物的個案當中 其中有一例是從南非入境的 那我們針對這一例的話 我們會針他 針對他進行那個經定序嗎 然後再來第二題 還是想問一下中研院的這個女研究員 那麼目前我們根據他的這個流行病學的資料 綜合研判起來 到底是哪一個可能傳 被 讓他被感染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到底是被這個實驗署給咬傷 還是說 在實驗室裡頭有環境的污染 還是說可能在社區的感染風險 可能會比較高 綜合研判起來 目前哪一個是比較大的機會 謝謝 好 兩個 一個就是說在職場內 那還是是在那個這個社區內 那當然我們現在研判 當然是在職場內 這可能性是真高 是比較高的 因為畢竟我們在社區內相關的一些 就是相關的確診案例是零 那他周遭的人 現在有驗到的 那接觸者 驗到的也是陰性 所以在社區被感染的可能性相對的是低 職場的可能性是高 那職場裡面 那到底是在辦公室 那還是 在實驗室內 那當然相對判斷起來有風險的區域 那是 實驗室 那實驗室內到底是不是因為咬傷 或是環境 那只要進一步的判斷 那至於在南非這個案例 我們請羅伊先說明一下 確實這一位這個案16829 是我們等於 把南非提升為這個 高峰 重點高風險國家之後 首度有這個 從南非回來確診的病例 而且據目前的初步疫調 他在南非當地 也有去過這個 醫療機構 醫院裡頭去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當然是會高度來謹慎 那其實我們每一例的境外一路 確診 我們都會去做定序 那只是說以南非目前流行現況來講 是以Omicron為主 所以如果這例 最後定序出來是Omicron 當然我們也 不是說很意外 只是說他在入境的時候 進到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當日的採檢就已經是陽性 所以是沒有任何進到社區 對社區造成威脅的一個可能 基因定序 我們也會儘快 以降高風險區